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探索柬埔寨的旅游圣地 柬埔寨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国家 拥有许多美丽的景点和令人难忘的体验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吴歌窟Anchor Wat 吴歌窟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 它位于仙利省的吴歌古城内 是一个庞大的寺庙和林木群 吴歌窟建于十二世纪 是柬埔寨的国家象征之一 玛德旺寺Bentitre 玛德旺寺是一座精美的印度教寺庙 位于吴歌古城东北部 距离仙利市中心约三十公里 它建于十世纪 以其雕刻精美的红色沙岩而闻名于世 皇家宫殿Bruel Palace 柬埔寨的皇家宫殿位于金边市中心 是柬埔寨国王的官邸和政治中心 宫殿内有许多华丽的建筑和花园 是一个典型的柬埔寨建筑风格的代表 考德岛 Koron 考德岛是柬埔寨最受欢迎的海滩度假胜地之一 位于柬埔寨南部海岸线附近 它有着白色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可以享受阳光 海滩和水上活动 阿拜山 Boker Hill Station 阿拜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山脉 距离金边市约160公里 有许多建筑物和公共设施 现在已经废弃 从山顶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景色 和周围的自然环境 柬埔寨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ambodia 柬埔寨国家博物馆 是一个展示柬埔寨文化和艺术的重要场所 位于金边市中心 博物馆内展示了大量古代和现代柬埔寨艺术品和文物 包括陶器、雕塑、植物、宗教艺术品等 白马庙 Corear Right Here Temple 白马庙是一座位于简泰边境的古代印度教寺庙 建于11世纪 它建在一座高耸的山峰上 可以欣赏到周围的美丽景色和广阔的天空 考马兰湖 Tono Sepp Lake 考马兰湖是柬埔寨最大的淡水湖 也是全球最丰富的内陆水域之一 湖区生态丰富 有许多水生植物和动物 包括大量的水鸟和鱼类 在湖区 游客可以乘坐小船游览 体验当地生活和文化 吴歌窟周边的古迹Anchor Time 吴歌窟周边的古迹是吴歌古城中的另一组古代建筑 包括巨大的城门、神庙和王宫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巨大的巴荣寺 Bain Temple 寺内有大量的巨型面相和雕塑 蒙多基里古迹扣客 蒙多基里古迹是一组位于简北省的古代建筑 包括巨型的金字塔形建筑、寺庙和陵墓等 它们建于公元10至13世纪之间 是柬埔寨古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之一 主持人 这就是柬埔寨的十个最佳旅游圣地 柬埔寨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还有美丽的海滩、湖泊和自然风光 如果你想要体验不同寻常的旅行体验 那么柬埔寨绝对值得一游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